最近一年,AI体现出人格的新闻层出不穷 好像AI的水准在肉眼可见的提升 我们之前就介绍过 一位谷歌的老员工认为 他负责研究其中伦理问题的那套Lamda已经具有的人格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演化到令人吃惊的绘画AI Dale 之所以又谈到AI在各种记忆上的表现 并不仅仅是让你看一个新鲜说 哎呀,你看看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了 而是想借机会 带你从科学的角度看看艺术的核心是什么 如果掌握了这个视角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当你再遇到AI的各种神奇表演的时候 都会拥有稳定的看法 Dale 出自大名鼎鼎的OpenAI 也就是创造了迄今为止 参数规模最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GPT3的开发机构 Dale的能力简单说就是 输入一段文字描述 自动生成你想要的图片 各种风格都可以 各种细碎的额外的要求 也可以 让同一段文字 生成多张风格跟内容高度类似的图片 也可以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独特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它能做什么 比如说 生成一只考拉的图片 这个很简单 那再生成一张摩托车的图片 这个也很简单 但下一个要求呢 就是生成一张考拉骑摩托车的图片 这就有点难了 如果说前面的方法 甚至可以直接拷贝一张图片出来的话 考拉骑摩托车应该是很难有现成图片的 硬要合成的话呢 难度也很高 一个是可爱的形象 一个是运动的风格 合在一起也不搭呀 但是达类生成呢 是一幅风格很统一的考拉骑摩托车图片 是幼儿园风格 我把图片放在文杆中了 感兴趣呢 你可以点开看看 这就是达类的能力 它能融合不同语意并输出图片 它还可以生成一些现实里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牛油果沙发 然后呢 你还可以要求一条狗趴在牛油果沙发里 你还可以要求它生成一张草坪上的猫头鹰的图片 然后以此为基础 生成不同风格的画作 比如说油画 粉笔画 水彩画 蜡笔画 现代艺术风格 立体艺术 防高风格 或者是像素游戏风格 甚至还可以生成无数种X光片风格的猫头鹰在草地上 或者呢 是在保持风格高度一致的情况下 为某张图片里添加一个元素 比如说 在一位走在现代建筑的农民旁边 添一只科技犬 而且还可以定义科技犬是全身的还是半身的 脸的朝向 要不要吐舌头等等 只要是那些 你可以用文字描述清楚的 它都能按要求生成出来 此外 对于艺术风格非常明显的作品 生成也是一如翻掌 而且还可以自动脑补出画作的另外部分 比如说 蒙娜丽莎这张画的全身像 最近很多文章都把搭类的图片展示出来 咱们这个以听为主的栏目呢 就少放几张图片 你体会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咱们说说重点 就是这些算不算艺术 简单的说 展示还不能算 即便它的画作技艺还能再提高 那也展示不能算是艺术 我看到过一些艺术家对此的评价 但因为艺术家大都没有谈到科学细节 所以他们只是这么评论的 说这些AI生成的画作没有灵魂 这样的评论听上去有点误虚 实际上却是非常有道理的 什么是他们说的灵魂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 就是始于情感冲动 然后落笔于实体物上的一种情绪表达 这些实体物可以是油画 也可以是雕塑 也可以是文字 或者是一分钟的身体摆动 或者是呐喊和唱歌 艺术创作的核心就是情感冲动 就拿绘画来说吧 能不能画的像 或者保持风格统一 这些属于记忆层面的东西 只要花时间练就会有 这些记忆并不是不重要 因为它是保证了创作者 可以把情绪按照自己的意愿 分轻重缓急的宣泄出来 就像用灵活的开关 控制一根滋水的皮管子那样 开关如果不可靠 也就是记忆不达标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但只有记忆也不能叫做艺术 因为那些喷涌而出的水和压力 就是情绪 如果没有情感冲动 那就像皮管子里没有水压一样 那么情感冲动又是来自哪呢 其实时时刻刻都产生于人们的大脑 只不过因为人有发达的大脑皮质 所以外界信号输入大脑之后 产生的情感冲动 绝大部分都被皮质压制住了 压抑到啊 我们自身绝大部分时刻都体验不到 情感冲动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程度 只有在些特殊的时刻 比如说大事件发生了 中了彩票 那个狂喜啊 或者是亲人离世 悲从中来 才能感到情绪 而酒精会直接麻痹 压抑情感冲动的皮质 于是那些在一个小时之前 你还意识不到他们存在的情感冲动 在喝了酒之后 就会变得可以感知到了 艺术家都是情感冲动的强需求者 这是他们创作价值的核心 于是艺术家必然会走上三条路 要不就是要对生活格外的敏感 要不就是强烈的依赖外界刺激 要不就是钻研学问 我们挨个说 首先是对生活格外敏感 面对同样的生活 如果有不同的观察视角跟体悟 产生情感冲动的可能性就更高 所以艺术家大都很敏感 如果一位艺术家生在乱世 天天都有刺激人们神经的事情发生 他们的创作源泉 自然就比寻常生活更加丰富 于是乱世也必然伴随着各种艺术的蓬勃发展 如果某些地区在乱世中艺术也无甚寥寥的话 那在我看来 只能说明那里的艺术家在乱世之前就已经绝技了 其次是强烈依赖外界刺激 酒精毒品 置换剂都可以额外的刺激神经元的活动 这些异常活动产生的情感体验 虽然不是自发的 但也是普通人没有的 而一旦往这个方向走了 就相当于艺术家用燃烧自己的方式获得创造力 这也是很多艺术创作者生活落魄 没有家庭和稳定生活的原因 最后就是钻研学术了 不论是历史还是科学 如果你看了足够多的好东西 就会在脑中自发的生长出新的世界观和情感体验 而且这些体验是绝大多数艺术创作者 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体验到的 所以也有一小部分艺术创作者 他们的作品中的灵魂 是从搞学问的过程中积累出来的 当然最常见的情况是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灵魂 可能是以上三者的混合体 也许他们对生活的感悟 并没有另类到和人类基础认同相悖的地步 他们对外界刺激的追求 也只停留在尝试过几次大醉 他们对学术思考 也只停留在自学了编程 写了一段模拟演化的程序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只要他们能把各种来源的情感冲动 表达在作品里 并且能说清这些作品中核心思想的来源 尤其是从情感到表达的过程 还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那这位艺术家就算是成功了 最成功的情况是 圈内的人都看懂了这套 从情绪到记忆的表达范式 觉得非常值得在他的基础上 做出自己的版本 于是一种新的艺术流派就此诞生 而我们转头再来看看 达类生成的作品 其实是完全没有情感冲动在其中的 既没有内省出来的 也没有外界刺激出来的 连达类的创造者OpenAI 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那么化 但如果只是从记忆的层面看 达类和他后续版本肯定会越来越强 从风格的统一到细腻程度 和创作的速度绝对秒杀人类的插画师 但目前也只能是秒杀插画师 而不能跟真正的创作者比拼 因为当前绝大部分插画师的工作 并不包含灵魂的部分 他们只是按照客户的要求 加工出合适的图片 于是达类对今天以体力劳动式的 绘画为生的人是最大的威胁 对艺术家来说 展时还不构成威胁 为什么说是展时呢 因为一切现象都在演化中 今天的OpenAI 只是AI绘画的第一波形态 今天还在强宝中的一些孩子 当他们几十年后成长为艺术家的时候 类似达类这样的工具 就和500多年前 达芬奇手中的画笔跟刻刀那样 可能只是一件衬手的工具了 而那个时候 艺术家如果精通代码 能够利用类似达类这样的程序 继续表达情感冲动 那么从达芬衍生出来的作品 也一样是有灵魂的 知道了上面的逻辑 你也就知道 任何工具都取代不了艺术家 不论这个工具有多么先进 而艺术家本身也是稀有脆弱和辛苦的 因为他们要冒险体验极限的情感冲动 这个职业一旦做的出色 就很容易让他们偏离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模式 最后补充一下关于搭类模型的内容 原始版本的搭类有120一个参数 这个规模虽然在今天各互联网大佬 稍前竞争的AI训练模式 模型里是不算大的 但对于普通计算机的性能来说 已经远远超过了可用的上限 所以后续有不少研究人员 都利用官方开源的代码 做出了缩小版的搭类 规模大都只是原版的几十分之一 我找到一个谷歌的研究员做的迷你版本 只有4400万个参数 这个代帽的链接我放在文稿中了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开链接试试 输入一段文字描述 就能给你自动的生成九幅图 不过由于好奇的人太多了 大家都来试 而算力又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链接经常出现网络拥堵 但是在网站的社区里 大家也都纷纷贴出了自己的输出结果 如果你懒得等了 直接看看他们的结果也可以 最后有一个思考题 搭类这样的工具 如果今后使用的成本不断的降低 你觉得插画师要怎么应对呢